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那个 没错 而且与其说我是钢丝 我不是他不在 我就说你 与其说他是钢丝 我更是千丝 这是说真心话 实际上两个人是一样的 实际上都是听郭德纲 吴谦的相声 就有钢丝就可以了 我觉得 但是往往像咱们这个观察 我还经常还注意 您这个说话少的 然后我就觉得捧跟的不得了 因为你看 其实我觉得捧跟的有点像主持人 为什么呢 主持人一般访问的时候就像捧跟的 今天我们俩给您捧跟您得是逗跟的 他基本上是属于把那个逗跟的这个话给激发出来 然后让他最大限度的最完美的展示一下他的东西 对 做的这一点 而且呢就是有一样就是我不知道你跟郭德纲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 就是你比如像我们这个节目仨人聊天啊 虽然有的时候呢你要请一个投一回来的这老师 这老师本人是说的非常好啊 但是每当啊这个观众说到就说仨人聊怎么样能聊的人觉得特别是是那么个气场 就得觉得是文道像徐子东还有我 我们仨你说单独挑谁都不算特能砍的 但是从一块呢 他就是有一种别人也觉得你们怎么这么默契 不 我看你们就算很能砍的了 大家不敢当 真的真的真的 我们这个节目这个我已经看了很多年了 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特别喜欢这个节目 但我好奇的就是你们那您平常私下您话多吗 不多 对吧 实际上我跟德纲啊都属于内向性人 内向性人 对 还甭说我们平常自己话不多 就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也基本上没什么话 因为彼此已经很默契了 关系也很好 该说一句话两句话 甚至一个眼神就基本上就能了解了 台上这种默契已经有了 甚至延伸到台下来了 然后呢 其他的话也就没必要 该说的都说了 除非旁边有的 再有个一两个朋友 或者是孩子们 呃 在一块聊天的时候 才跟他们有一些互动啊 有些逗着玩啊 这两个人才才才才才能说的热闹一点 这个好像是还有一种分析啊 就是说啊 呃 往往这种就是为大家带来笑声的 就是这种搞搞笑的这种或者喜剧的这个人呢 往往私下里啊 就挺闷 他有甚至有些人甚至有抑郁症 对 就是说啊 他会不会是在台上啊 透支了太多的这种欢乐 然后他自己的情绪啊 在闲下来的时候反而容易低沉 是 这个我们老说 你台上也疯 台下也疯 那这人就是个疯子 是啊 呃 你所以把台上你的整个的这个最好的状态 最大的一种表演欲 哎 给他调动起来 台上展现一些东西 然后台下里边呢 就是 是你 观察生活 吸取素材 这么一个提炼的过程 可能最多的东西是想 就不是在说了 而且会不会啊 就是说 你们天天琢磨 怎么能让人乐 嗯 变成你们自己的笑点就会很高 就平常生活里会不会很难有什么事 能把你逗乐了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真不是这样 可能我们听相声 或者是看喜剧 啊 或者看什么东西 一些节目类的东西 对 呃 营造出来的这种气氛 我们可能笑点很高 一般的情况下 即便觉得他好 可能也不会太乐了 对 但是真正接触到生活的东西 还是会 还是很容易把我们逗乐的 因为生活的东西太可乐了 哎 您给我们说说 最近有什么可乐的事 您觉得 呃 怎么说呢 可能具体举例子 一时举不出来 但是呢 就是我们在台上 可能大部分东西是记性的东西 哦 大部分东西是记性的东西 所以呢 在台上 我们两个人 这种 这个 兴奋度 就靠的是这个记性的东西来刺激 哦 是这个 因为词 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固定的词 哦 我们以为是基本 不是 大部分 大部分 我们以为是少部分是现挂 大部分是排好的 不是 我们基本上百分之六七十是现挂 哦 天哪 那这个反应啊 对 这个 这个 我们的创作过程是这样的 呃 郭老师呢 他呢 之前学的是评书 啊 所以呢 他有很多出口成章的东西 对 看一个点 他就能给你说出一个故事来 对 他记性的东西就很能够出口成章 让你一下就能听得很舒服 嗯 所以呢 他呢 我们现在段的基本都是他写 嗯 写完以后呢 他的创作过程没准很长 副稿时间很长 一两年啊 都有 嗯 半年一年时间都可以 然后呢 他一旦落笔 就可能是大概这么长的一个纸条 啊 嗯 写上两句话 可能就是一个打断 写上两句话 就是一个段落 然后呢 每到 下午七点 晚上七点多钟演出 嗯 大概五六点钟到后台 先清晰茶 跟孩子们聊 说说今天晚上怎么演 什么状况 然后盯到六点多钟了 这把孩子们就来来来 把你大爷请过来 有事 孩子们 我比他大吗 孩子们都管我叫师大爷 嗯 大爷请过来 有事 哎 叫我过去 说说哥 咱们有一个新段吧 哎呀 我说好啊 有什么新段 拿着这纸条 他就一边看着 一边就给我念 一边看着 给我念 您觉得怎么样 我说行 那咱们上吧 哎 就咱们上了 为什么他们 在剧场里演出 效果那么好啊 就是他们特别放松 哎 对 真正的这种松弛 实际上 这种喜剧的这种技巧 嗯 都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啊 舞台上玩东西 再加上学呀练呀 都已经融化在这个血液 血液里 对 哎 但是我问您啊 就是说您说真情话 比方说 这咱在央视春晚演出的时候 嗯 心里是不是就没那么放松了 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因为什么呢 他不是其他的不放松啊 在我们的技巧表演方面 我们也很放松的 关键的是时间问题 哦 关键是台 对 这回我们在其他媒体上也说过 嗯 就这次这个春晚 春晚 嗯 要求的是16分钟 临到上台 往台上迈步的时候 跟他们说允许你们到17分钟了啊 然后延长一分钟 事情很宽松了 但是呢 我们这个段子 你要掐掉17分钟 念词可以 加上效果就不行 哎 德纲说 你呀这么着 让底下人呀 准备准备几个牌子 啊 这一个牌子上写着10分钟 然后10分钟往后 一分钟一个牌子 一分钟一个牌子 哎呦 等于是这个10分 到10分钟的时候 他给他举了一个牌子以后 过一分钟举一次 过一分钟举一次 等于是德纲在台上是 一边看着他那个时间 一边重新 把他那个段子后边 编完了以后 按照时间的那个点 重新编辑 重新说 这个是紧张的 我呢就紧盯着他 一句也不敢 你注意吧 我们在春晚上那次表演 我的话 基本上都在观众的笑声 和掌声当中说的 就没有让观众 鼓玩掌笑完了以后 再重新说 就没有 不像聊天的节奏了 没错 咱们聊天 你说到可乐 哈哈一乐 哈哈一乐 也等过去了 他有这呼吸 有这节奏 对 那个就没有这节奏了 所以这咱也知道 为什么过去老说 这个电视啊 很多地方 他扼杀了这个相声 反正 他恰恰相声讲究的 这种东西啊 对 跟电视的规律啊 有点矛盾 满拧 有点矛盾 因为这还没让您看镜头呢 这看镜头 这相声没法说了 三分析性 而且还有一点 就相声到底是 比如说是所有传统曲艺啊 他是个现场的东西 现场的东西 他感觉差太远了 和观众的互动 还有观众给你的刺激 给你的反馈 这是特别主要的 没错 特别主要的 这个啊 你像咱们电视台的 我现在就有体会了 你好比你倒一棚 要是还是特高级的棚啊 这导演反而觉得 他得有所作为 都得豁有镜头 但是你知道相声 就逗人笑啊 为什么我觉得 他们这也是艺术家 就实际非常微妙的 一个感觉 对 比方说 你这说一包袱 他啪 另一个切换了一个镜头 观众呢 看着实际就走神了 马上就转了 马上注意力会被分散一下 你这包袱就不响了 对 就跟我们台上 就是有时候 比较讲究的演员啊 严格到很严格的程度 就包括上台不戴眼镜 多大的近视眼 不戴眼镜 上台不许戴戒指 上台不穿白袜子 哦 这什么讲究 就是说 你比如说 抬手动脚 你这黑色的长衫 黑色的裤子 黑色的便携 一抬脚 露出白袜子来 观众 这一晃 就差眼神了 这是惊艳的 对 你不带 在台上戴一戒指 你稍微动着 那点灯光一反 一晃 把这个情绪就插过去 没错 这笑啊 是真是特别值得研究的一个规律 当然也是因人而异 有的人呢 就是说 蓝长衫 黑裤子 黑鞋 白袜子 显着干净 台上显着又干净又利落 爽力 对爽力 专门有 因人而异 各个人的爱好都不一样 又不一样 对 但是基本统一的是 眼镜戒指不能戴 因为戴眼镜影响表演 而且呢 就挡住斑拉脸啊 哦 这都讲 对啊 然后呢 相声眼睛基本不留长头发 你也烫头 对 你像我这个基本上就背过去的 他是要把脸部尽量大的 让观众看到 你要留下来的那个 所以挡到这的那个 那又斑拉脸又没有 我是八号张磊 我是十五号余奕西 我是十六号黄锦瑶 唐龙旅游度假区特约区 二零一三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你别看这个说话少的往往啊 更厉害 就是说千哥这反应啊 就是闪电一般 我见他们说的 比如这个郭德纲 可能说 说我在草坪上练游泳 从来没腻过水 他就马上就能给一句 没给活埋了呀 这就是几场的反应是吧 对 现场的临时这个反应 再有一个就是出向思维 就按他这个这个这个想的东西 你能再延伸一步想下去 就这个 整个画面就出来 对 画面看的东西 所以你看就过去 这个周恩来有句话 就讲 顺势而为 我就发现这个捧跟的 为什么我特别注意 这个捧跟的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 咱要是说高了的话 有些人讲 就说捧跟的 就叫自清自贱 是吧 就说中国有个成语 叫唾面自干 很可能 你们俩多么温等的干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 我觉得就说 在这个俗人的社会里 中国人过去有句话 叫温柔敦厚 其实我有时候 我觉得我能审这个捧跟的美 他你说他是不是温柔敦厚 他永远他不抢戏 而且呢 他跟着你走 对 他甚至有点像太极拳 对 他不是要立一个他自个儿 但是他跟着你走呢 他经常出出花 哎 这东西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实际上 说相声啊 有的人可能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 但是我非常承认这一点 就是说相声演员这俩人 他确实有一个主角和配角的关系 红花和绿叶的关系 那么如果两人要都是当红花呢 互相之间抢 那谁也抢不好 谁也都都都集现不出来 那么必须有这关系 而且呢 说实话 喜剧 我认为啊 实际上就是一个 走大众化的东西 你必须要把喜剧演员自身 不单是捧跟的 斗跟的也是一样 要把自己降到很低 你要是高高在上 你觉得 哦 这位是一个绅士 那你演不了喜剧 对 他本身看着你是一种仰视的角度 他 他不会乐的 是 他看着非得 你比他低 你的身份比他低 他才能乐得出来 因为他在 嘲笑你的某一点 或者是他在 他在 他觉得你说的这些东西 是他生活当中看 他是这么看 哎呀 太好玩了 他是俯视的 对对对 这才能好玩 对 啊 这就有意思 而且呢 我觉得这好像有时候 我甚至觉得 这种二人关系啊 甚至是个普遍规律 你比如说你看很多国家的 他的一些的喜剧啊 日本也有一种类似相声的嘛 也是二人组的 然后西方当然美国现在流行是一个人站着想 脱口秀 对脱口秀 但是问题是 慢彩 对 慢彩 对 但是你看看他很多的喜剧电影啊 通常叫出现二人组 大仗嘛 对 一定是个二人组 而且配合都是这种形式 对 基本上是一致的 嗯 一个人是来主主主为外的这个 对 另一个人是配合他的 对 所以大概是慢慢的 人类大概在发展喜剧这个东西都想到这是一个仿佛是个普世的东西 都往这个方向出来 这真是 你说就是说像是要是一个人的那种脱口秀 就像美国那种 他一个接一个讲笑话的话 他比这两个人的这个他缺了点什么呢 他实际上他也不缺 实际上他也不缺 因为他在模拟一个捧根的 他在来说他 哦 国外呢 他可能脱口秀一个人 但是他还有很多是咱们不能涉及的 一个是擦鞭的那些两性幽默 性和政治和政治 对 这些东西刨开 那么他在说的都是说的另外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嗯 或者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 他把自身的那个形象就立为一个捧根的形象 哦 一个人去俩角 去俩角 对 他说的事没准说的是我 那么观众嘲笑的就是我 或者看的就是我 对对对 或者说我们邻居的谁谁谁谁谁 我那天在马路上碰见一个谁谁谁谁 然后我跟他怎么说了 对对对 然后一下又说他的话 一下说我自己的话 对对对 他等于还有一个模式 嗯 还有一个 那您当捧根的乐在其中吗 咱们不知道这心里 哎呀太乐在其中了 因为这可能啊 没没从事这个捧根的这个职业啊 可能体会不到 我感觉你先让我斗根去我还不愿意 嘿嘿 真的 我特别喜欢捧根 哈哈哈哈啊 因为在我的这个世界观里边 我觉得这这一台我们俩说的这些段子哈 他在说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都是从国我们叫翻包袱嘛 翻包袱 对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管理一个笑料叫包袱 对 我们的行话叫包袱 所谓的包袱就是说 呃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这就像一个包袱皮似的 对 你把它东西都买好了 买好了以后 是有捧根的把这个包袱皮打开 嗯嗯 豆根的是来装这些东西 对 是有捧根的把这打开 就到最后一句 就是说就是翻这个包袱的时候 嗯 这个一句话是最过瘾的时候 哦 是是不是豆根的翻吗 不是 是他来埋 是他来做这个包袱 啊 他来做这个包袱 对对对 到最后是由捧根的来把这个包袱打开 抖露出去 哎 那最后这笑不是往往在豆根的身上 他最后给一句这包袱就炸了吗 呃 不是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那就捧根的就没有必要用这个人了 啊 嗯 他捧根的必须要带动呃 观众站在观众的立场上 或者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 或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嗯 来对他的观点 就是说对这个包袱有一种态度 然后用这种态度 用一种强烈的语气 把它抖出去 哦 对 这样才能让这个包袱和观众产生共鸣 哦 哎呀 您能举个例子吗 对对对对 所有的包袱都是这样 比如说一个一个小段里头 他怎么叫一个包袱您这怎么给抖的 呃 其实你随便拽出一个包袱的都是这样的 嗯 呃 就像你刚才说这个吧 嗯 呃 这个这个这个 我在草坪上 对 呃 练游泳 练游泳 那么他说完这个实际上他把这个包袱给你了 埋上了 埋上了 嗯 其中的东西可能你需要过半秒钟 甚至一秒钟 甚至半分钟才能挖掘出来 才能乐出来 对 甚至有时候你他回这个路上 你才哎呦 这太可乐了 这草坪了怎么弄到时候 有捧根的把这说 那你没 没把你活埋了啊 哈哈 一说完这个以后 观众就马上就能想到他把那土都刨开 对对对对对 哎呀 实际上每个包袱都是这样 就咱们就专举一个例子 实际上是这样的 你把这个东西能挖掘出来 你就可能就说的观众的心里去了 你就会受到欢迎 你就得到共鸣 那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个 像像你们两个这样的 我现在才知道极性的成分这么大 嗯 但中间牵涉到这么多的技巧 嗯 像你刚才讲的那些技巧 其实有时候是有规律 有模式的 有模式 我们相声的老前辈 就是说咱们的 这个中国的这些喜剧大师们 这些老祖宗们 太智慧了 他把所有在汉语当中 能够产生笑料的 嗯 这些语言的节奏 结构 已经都总结 都总结完了 嗯 现在不管是相声 还是小品 还是喜剧 还是什么 只要说中国话的 你乐了 他用的都是相声的语言节奏 都是相声的包袱框架 嗯 你把这一句 他没准剧情跟你这蛮不一样 但是你把这一句笑了个前后三句话 把它摘出来 嗯 他所说的语言节奏 都是用相声可以处理 可以解释的 所以 所以我觉得想因为你们也办学校嘛 对 所以这个东西 他既然是有规律的 他真的是能教的 嗯 就真的能够教的出来吗 就教不出来 学的会 就教不出来 教不出来 教不出来 咱们这个广告之后 让他教教咱们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啊 让更多梦想化为现实 令更多需要被人看见 凤凰卫视公益中国节目 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联手打造 发现新公益活动 宪政热烈进行中 从征集 评选到落地执行的全过程 用镜头留下记录 请您同来见证优质的公益活动 实现社会关怀的理想 一起发现新公益 催生优秀的公益行动 真正的豪华 在细节更在你心里 新世代豪华作家 天籁 东风日禅 就这中国老祖宗 孝的规律 对 但您说能学的会吗 怎么说呢 按说是学不会 对 所谓的这个 咱们老话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那么师父所教你的 我们这个师父的父 不是工厂里那开车的 那个 单里人一个寸的 不是那个师父的父 我们是父亲的父 就是说你拜了诗以后 你的师父 要跟你父亲是一样的 他不管是从艺术角度 还是从做人 还是从人生观 各个方面 他会给你一个把控 给你一个 怪不得你们都管 他们叫孩子 对 我们这帮孩子们 他们也叫师父 叫大爷 叫叔 当然师门里边 都有这个规矩 这是一种传承方式 所以这个呢 所谓师父领进门 他教你的 是一切相声的规律 这种规律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包袱应该这么是 但是 相声是很讲究天赋的 天分 物性 物性的 如果说 为什么相声成才率很低呢 就是说 这个孩子可能 一辈子 他会成为一个好老师 他是一个载道者 他不会是一个 他是一个载道者 他不会是一个 优秀的这个 表演家 对 他 悟不到其中台上的 这个东西 但是他可以跟你讲课 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 你刚才说有规律 有规律的东西 应该就是可以学的吧 但是你学了之后 学到什么境界 什么程度 这完全就得看天分了 对 完全可以看天分 因为这种语言节奏 谁跟谁都不一样 真是 而且还是有变化的 我用这个节奏 这个节奏本身就很难掌握 但是是可以掌握的 但是呢 他又是相声 本身又是发扬 张扬个性 对 我用这个节奏 我穿这身衣服 坐在这 用这个节奏来说 大家没得 乐 你穿着这身衣服 坐在这 你用这个节奏 你还得去误 你自己的节奏 对对 然后还有 包括自己的形象 对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 什么观众台上的 这个 这是一种什么气氛 各个方向 祝你敬礼